阿们 请翻开迦大太书的第二章 请看迦大太书的第二章十一节 十一节 后来激发到了安提亚 因他有可责之处 我就当面抵挡他 十二节 从亚哥那里来的人 味道已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即至他们来到 他因怕奉割离的人 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十三节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 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活装甲 十四节 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众人面前对激发说 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 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十五节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十六节 也支是ora伽大人称义 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为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十七节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能就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乎不是 十八节 我素来所猜毁的 若重新建造 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十九节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的 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二十一节 我不废掉神的恩 义就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 就是突然死的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 基督下的第二章的第二章的第二段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学习 第二章的第二章的第二章的第二章 is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十节 第一段是一到十节 Pablo首先回想他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的经过 Pablo tuvo memoria de la segunda experiencia en Jerusalén 说明他是怎么样来维护福音的真理 第二段是十一节到二十一节 Pablo接着回想后来比特到安提阿十所发生的事情 来证明他实现真理的决心 那么很感谢主 这个星期三晚上我们已经查考过第一段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第二段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圣经 主题是实现福音的真理 首先请看第十一节 我们下来看如说 Pablo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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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基于到了安提阿 因他有可责之处 我就当面抵抗他 这件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圣经没有明说 不过一般认为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 到保罗第二次出外旅行不到之前这一段期间 有一次 Peter到 Antioquia去 这些 Antioquia是叙利亚的 Antioquia 不是 Pisidia的 Antioquia 他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帝国 仅次于罗马城和亚利桑大城 是后来教会对外开拓 尤其是向外班人宣道的中心 后来把罗村外旅行步道 都是由安提亚教会拆派 从安提亚出发的 那里有许多外邦信主的信徒 那么或许因为这样 彼得这一次才造访安提亚 只可惜却发生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这件事很显然跟彼得的错误有关系 比特的表现很明显已经违反福音真理的原则 所以保罗为了维护福音的真理 更为了实践福音的真理 才很不客气的当面指责他 但却发生了一件事 甚至当时就纠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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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请继续看第十二节 seguimos viendo 第十二节 Pablo说当时有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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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应该是犹太信徒 这些人应该是犹太信徒 只是不一定是雅各亲自招派来的 可是可能是他们原来就是属于耶路撒冷的教会 而且就是那些主张外邦人要受割离的犹太信徒 especialmente aquellos judíos que se enfatizaron en el tema de la circuncisión 请参考使徒行传十五章 vamos a ver como referencia Hechos capítulo quince 请看使徒行传十五章 vemos Hechos capítulo quince 第一节 verso uno 第一节 uno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离 不能得救 这里提到当时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到安提阿来 他们来教训弟兄们说 必须要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离 才能够得救 那这些人 可能是 保罗在加拉大书第二章 第四节 所说的假弟兄 这可能是 这些人 可能是 这些人 都没有来到安提阿来 以前 彼得的表现 都很正常 他都跟那些外邦人信徒一起吃饭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主意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主意 十四节 十四节 其实在这之前 神老早就先让彼得看到印象 那么, Pedro应该知道这就是祿福的祿福 不但这样,你更了解耶稣的意语是什么 没问题,这就是一句祿福的祿福 看《诗徒徒徒15》 《诗徒徒15》 《使徒行判十五章二十三》 《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案》 二十四节 《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云语搅扰你们 破乱你们的心 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这是耶路撒兰会议结束后所发的公函 最主要就是为了确认外邦信徒的信徒不必再受割离的真理 那这件事彼得应该很清楚才对的 所以在新约时代跟外邦信徒的信徒一起算本来就是对的 绝对不可以再分门别类的 但是保罗说 这些犹太信徒他们来到安提阿之后 但当这些信徒在安提阿之后 那彼得因为怕准备的人 就是怕得罪他们 他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了 所以他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了 所以他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了 不但这样 请看十三节 我们看到词13 Galatas第二章的十三节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 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着装甲 在这里所谓的装甲 就是指假装分别为圣 也许彼得不跟外邦信徒的信徒一起吃饭 跟外邦人隔开了 你们坐那边 我们坐这边 甚至连曾经跟保罗同供在外邦人隔开了 也一样 包括 Bernadé 彼得和华人隔开了 可见那个群体传统的压力真的很大 当时的犹太人依据律法 因为怕吃到不洁净的东西 同时也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民 所以一般犹太人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 就好像一道墙把两边隔开 是像是一层的坊 那这个叫做旧约 这个叫旧约 这叫旧约 但是当主耶稣来成全救恩以后 他已经用他的保血 拆了这一道墙 就好像有所说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所说的 是两下和而为一样 也就是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归为一体 而且与神和好 因此今天不管是谁 只要信耶稣受洗 他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 都是弟兄姐妹 这个叫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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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福音的真理 这才是福音的真理 这个是福音的真理 第十四节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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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随外邦人行事 或随外邦人行事 或随外邦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 随外邦人 随外邦人 不对 的确跟福音的真理不合 而且更糟 而且更糟糕的是 他们不仅是口是心非 而且还言行不一 很明显 很明显跟律法的经义相抵触 那这是没有信主外邦人的行为 这些是活动的 这些是伤道的 是 他真的一刻的工夫也没有容量顺的 尽快 就当中责罪彼得 这种勇气很不简单 不是故意要攻击或者是极度比得 乃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 为了避免教会分裂 更为了不让福音的真理变质 所以他必须当面说清楚 第一个 你既是犹太人 如果你行事为人不按律法的精神 反而跟外邦人一样去装甲 那你怎么可以勉强外邦人来守犹太人的规矩呢 这是讲不通的 第二个 其实这件事情的癥结还是在外邦信主的信徒 需不需要再受割离的问题 所以 有必要用这个机会 再强调一次 请看十五节 看十五节 entonces Pablo le siguió diciendo a Pedro que los judíos de nacimiento y no pecadores de entre los gentiles 因为我们认识真神啊 不像外邦人是派偶像啊 因为我们认识真神啊 不像是人生命的 不像是忍习基督 十六节 十六节 尤其是现在 我们既然知道 人称义不是因信律法 乃是因信律基督 也信仇基督 在信律 但因信律基督 为人生命的 因为人生命的 只是信律基督 但信律基督 我们也信律基督 我们也信律基督 也信律基督 我们也许信了,耶稣 我们也许信了耶稣 我们许信了耶稣 宇宙 为人许信了耶稣 就许信了信了信了信 otro信 发信了信啊 没有信了信的信 没有信了信了信了信 有信一不信了信述信了信 这是加拉太书的主题因信称义 这是主题的关系的关系 而在这里特别再次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 不是故意要贬低律法的价值 律法是我们迅猛的老师 它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在我们的罪 罪因的律法叫我们死 所以反流血气的人没有一个 能够靠着行律法来称义 因此我们才需要 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我们需要的救赎 这个就是福音 这个是福音 这个是真理 这个是真理 这个是德救之道 那这种道理相信大家应该都懂才对啊 那么既然是这样 请看第十七节 我们看第十七节 帮罗说今天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能就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乎不是 是 是的 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在寻求 因信耶稣基督而蒙神称义的人呢 可是我们信主以后 却能就是一个罪人 不管是在生活上 随着外帮人犯罪 或者在信仰上 觉得肉体没有受罪 还有罪 那这样 不就等于说 基督是叫我们去犯罪吗 这怎么可能呢 难怪保罗很肯定的说 断乎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基督是叫我们脱离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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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节 所以保罗接着很正常的表明 所以保罗接着很正常的表明 他说 这些东西是叫我们脱离罪的 这些东西是叫我们脱离罪的 就是说过去想靠这些罪离罪的 就是那种认识的 保罗接着 保罗信住以后 他就把这种错误的认识完全 拆毁掉了 因此保罗说 今天如果重新再建造 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因为这就好像保罗 因为这就好像保罗 回到过去在立法之下 逼迫教会那样 在神的面前 证明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 第十九节 其实保罗因为相信 耶稣基督已经没有活在 立法的捆绑底下 就像立法来讲 我因立法就像立法死了 就像立法死了 就像立法死了 为了需要重新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祝我可以向神活着 二十节 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着 祂爱我为我舍弃 意思就是 所以我才有今天 才能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做外邦人的使徒 这意味着这种方法 我今天有一个福音的使者 我会成为一个福音的福音 和一个福音的使者 21节 于是保罗再次很肯定地表明 帮助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绝对不可以再回到过去 律法之下 我绝对不废掉神的恩典 就是神让我们因信基督 而白白成忆的大恩典 因为今天 如果是真的藉着律法得的 那么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也就是说基督十二价的代死 就变成多此一举了 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 要求外邦信徒的信徒 必须要按摩西的律法 再受割离 才能得救的教训 的确与福音的真理 不合 它是一种异端 我们不能够随火装甲 而且必须勇敢地站出来说 不,不是这样 以上是保罗回想后来 比得到安提亚时 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 我们可以发现 不,不是这样的 是一个中心的牧者 真理的道士 我们可以看到 que Pablo no solo era un pastor fiel sino que era un valiente en la verdad 她不仲也不仲有 极也有 因为要发挥它的价值 不仅是要明白 更要能行出来 记得主耶稣在世上传闻的时候 他曾经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 就在登山宝训的最后 请看《Mathai福音》第七章 《Mathai福音》第七章 请看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雨林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雨林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的很大 主耶稣说 信仰就好比人 在盖房子 必须先打好根基 那怎么打呢 聪明人跟于座的人的区别就在这里 聪明的人会把根基打在磐石上 因为他知道这样才经得起考验 因为这种方式 他的房子可以阻碍 无论是雨林水冲风吹 房子总不倒塌 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懂 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懂 这个道理是什么叫做磐石呢 什么叫做磐石呢 这 genome对起来 我們一词三十节 指摇 第二个文章 十节 三章十节 第一个文章 capاي Montreal三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公头 立好的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么样在上面建造 11节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反时最主要 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 意思就是我们的信仰 一定要建立在主的身上 这意味道不可以建立在人的身上 这是肯定的 如果说这个以外 主耶稣在这里 提到这些重点的意义 就是听了主的话 就去遵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人 才能够真的得到真理的造就 因为这种信仰才是真实的 这种信仰才是真实的 这种根基才会稳固 而这种信仰才是真实的 只可惜 我们从加拿大书 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 可以看出人转弱的一面 人常常说得到 却做不到 就好像当时的彼得和巴拿大书 就在这种信仰才是真实的 面对环境,人情,传统,规调 各方面的压力就退出了 明明知道这才是真理 却没有勇气去坚持去实现 所以只好妥协或者装甲 那这是不对的 因此当Pablo看到彼得的行为不正 当Pablo看到彼得不正确 尤其他身为教会的带领者 这样做会影响教会的合意 特别是一位一位 这会影响教会的合意 会破坏真理的根基 因此就非常勇敢 当着众人的面 就拒绝了他 为了使福音的真理 继续存留在教会里头 也希望彼得能够从转弱当中 回转过来 所以Pablo不得不痛下决心 以真理为第一 所以Pablo不得不痛下决心 YPablo estaba muy decidido 在拥有重要的理由 在真理上的真理 超过人的面子问题 来苦口 相随 这就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 Esto sería hablar con honestidad y con amor 请看以福所书第四章 以福所书的第四章 看以福所书的第四章 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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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常常用爱心 与真理坦诚的相劝 使彼此都能够在真道上 凡是掌尽 连与元首基督 这样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 所以这种做法绝对不是人生的供给 也绝对不会挥挥事实 更绝对不会为了要争取取利 他只是就是论事 对事不对人的阳明真理 说出的真相 用道理来指出 真结的所在在哪里 靠着圣灵来解决信仰上的疑难 这就是当年保罗所使用的方法 很感谢主 相当成功 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学习 那其次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比德其实也很不简单的 他真的非常简单的 他真的非常简单的 这一点也相当可取啊 也认为我们学习 那虽然当时他是十二十十度的带领者 虽然在那时他有一个律师的律师 可以说是全体教会的主持 可能说是全体教会的主持 但是当他犯状了 在比德的时刻 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地位 全体的权利和民主力 但是当他犯犯了 他没有反过 他没有反过 我说了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 反而虚心的谦卑 那这个也必须要以真理为第一 而不顾自己的尊严 才能够做到 难怪他一点都不怀恨保罗 不仅是历 这一点非常难得也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行 可见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圆满地解决正反双方都很重要的 要有敢用爱心说诚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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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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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我们不仅要维护真理的决心 更要实践真理的勇气 没有错 当教会还没有完全之前 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尤其是当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就会很多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学习保罗跟彼得 一方面要敢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劝勉别人 一方面又要肯用虚心听诚实话来反省自己 那这样彼此切割互相劝勉 然后一起成长 把西教理的道理完完全全都落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能够真的执行和一样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能够很快地达到完全无可自在的地步 所以我们必须能够很快地达到基督的信仰生活当中 一定能够有基督的信仰在真道上同归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能够成长的信仰在真道上同归一样 Santiago 二十二节 一章的二十二节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二十三节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二十五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是的 听道固然重要 但行道更加重要 是实在听道理才能够更加重要 听道理才能够得到的 听道理也更加重要 听而不行等于白听 那知而不行就是无知 所以今天很感谢神 神赐下圣灵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这是好的 但是我们在感谢之余更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将真理实现出来 特别是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尤其要求神加添我们力量 特别是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尤其要求神加添我们力量 能够真的用爱心来说诚实话 y hablando honestidad y con amor 这样一起来辅助真理 共同来实践真理 para ayudarnos entre todos con la verdad 让我们真的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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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基督的身体长大成人 来与中国人 成立基督的身体重 来利产耸诸祖的身体重 来优优优独的身体重 来语教联明 唱诗 228首 音符4228 唱诗228首 Himno 228